一路去前面就是會去過監廬 不知道會否看到坦式橋 我們現在腳踏著的這條 就是坦式橋 為甚麼它叫坦式橋 是因為它是由法院 去監廬的一條通道 你走過這條橋的時候 他們看一看外面威尼斯的美景 然後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 很自然就會嘆息一口氣 他們就進去承受他們的懲罰 我今天來這裡的景點 去坐Gondola,來威尼斯 但我自己做了一個景點 因為每個人走過都舉起飛機拍我 因為我穿著以前的宮廷服 乾杯 威尼斯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 是一個有錢的城邦共和國 所以當時的財富 除了體驗在建築和藝術之外 就是生活方式和服飾 你好…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Martina… 你好 我今天走過一間店舖 他們有些已經是先製造的Martin 真的很漂亮 真的是一個藝術品 但今天我做了一個 寶寶般的Martin DIY 就是自己去找手 去由我自己喜歡的顏色 做一些自己喜歡的配色上去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大家都知道 威尼斯有一個很有名的面具截 它起源於1162年 因為當時那些貴族 不想暴露自己的身分 所以帶面具去掩飾 後來就成為了 威尼斯嘉年華的傳統 面具可以用皮夾或瓷器 有些還會用傳統玻璃做 現在大多數的意大利面具 都是用石膏、再用金箔 天然羽毛、補石和手繪去裝飾 原來你看到這裡有一個很大的V字 這裡就有一個洞 你戴了面具後 其實這個洞 就是令你可以進食和飲食 都可以不用脫面具 也可以做得到 然後他剛才甚至說 你除了可以去賭場之外 你還可以去犯罪 你這麼頑皮,你頑皮 很頑皮 好,再見 再見 弄完我的面具 當然要配上老公和衣服 這樣才可以回到過去 感受一下他們當時有多熱 各位單身、孝順、專一 幽默、安靜、啟格強健 可以打這個電話給我 我準備好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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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吧 好 你去吧 幫忙吧 幫忙吧 傻瓜 其實這條裙子是可以… 可以容易走,以前的貴族都是這樣的 Christian就是我們今天的船長 然後我們現在坐的Gondola 其實就是威尼斯的主要工具 因為這裡是一個武器車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Gondola都是黑色的 你知道為甚麼嗎 威尼斯是因為以前他們用這些船 去增延兜禮 每一艘船都做到有多花、有多花 有多彩色、有多彩色 就是想告訴別人 我是很富有 我的身分地位很高 但之後政府禁止這件事 他覺得人人要平等 所以規定所有的Gondola 都是要黑色和同一款 大家好 好… 以前威尼斯還是獨立共和國的時候 這裡就是最高權力的總督公 總督公見證著威尼斯共和國 最輕盛繁榮的時候 在政治舞台上 利用總督公呈現當時的財富和影響力 當然除了政治 他也留下了很多珍貴的藝術和建築 給我們欣賞 總督公用了歌德式和文藝復興風格 加入東方元素 在宮殿裡的大廳、禮堂、畫廊 都有壁畫、雕塑這些藝術品去裝飾 總督公真是總督公,真的很漂亮 不過你別看到現在你要這麼華麗 其實他被大火摧毀了很多次 以前很多的建築細節都沒有了 一直去前面就是會去監牢 不知道會否看到坦式橋 我們現在腳踏著的這條就是坦式橋 為甚麼它叫坦式橋 是因為其實它是由法院 去監牢的一條通道 你走過這條橋的時候 他們看一看外面威尼斯的美景 然後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 很自然就會嘆式一口氣 那他們就進去承受他們的懲罰 剛才在裡面親身經歷過 嘆式橋走過了 現在就在外面 在自由的空間裡看進去 你看到那個窗是多小嗎 就是剛才裝出來的 那個花花窗就是那個 這條就是嘆式橋 好,我嘆式,現在我全身都是汗 好選擇推介 平時我雖然拍戲拍得多 穿戲服也是習以為常的一件事 但這次可以穿到 傳統威尼斯的宮廷服 我覺得很喜歡,很開心 為甚麼 因為由快步開始 就已經在威尼斯當地人 用一個傳統的手制方式 去做布料出來 然後一針一線去設計那條裙子 我覺得我穿的 絕對不是一個氣服那麼簡單 而是威尼斯這裡的文化和歷史 所以我穿著那條裙子 雖然很重,雖然很熱 但可以游走威尼斯 去搭一下乾道拿 然後跟所有人說你好 我覺得好像置身於以前的時代 就是這樣,特別入戲,特別棒 吃哪一間好呢 這間好像吃正宗威尼斯菜 威尼斯在水上 所以魚類在當地的菜式 是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但還有一件事 你會在每一頓菜都看到 究竟是什麼呢 很香 做給你看 你可能以為我寫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的中文字 但其實不是 這一碟就是威尼斯當地 一個很傳統的前菜 這個前菜 整碟裡有兩個主要的食材 就是魚和粟米包 好,這裡有四種不同的味道 四種都是鱈魚 這個就是最原始的 就是鹽加橄欖油 我先嘗嘗 很脆弱 你看到它的魚肉 看到嗎? 一枝枝樹起的那些呢 通常用來放在麵包裡吃 但我想嘗嘗 很好吃 這個有點像順德牛魚的味道 有點奶香 然後有點鹹,很忌廉 這個泡沙 就是我平常跟你們說的粟米包 這次看到它是黃色的 我想它做的粟米粉的比例有點不同 這個應該是純粟米粉 什麼都沒有的粟米包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胡蘇老伯伯是什麼呢 就是麥魚 好像發菜蠔豉的味道 很軟 很鮮甜 很軟、很鮮甜 雖然我說過這麼多次 但我真的想告訴大家 這個包真的不能餅 它真的很好吃 我想讓大家看看質感 有點像魚腐的質感 你幻想 但它的索色 真的一流 跟他們說的是吉利 我可以想說 跟他擁有